你好 各位观众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八月十三号公示晚间新闻 你可能还记得中华职棒在五年前爆发史上涉案人数最多的假球案 明星球员陈志远和张志佳在一审时都被判刑两年以上 但是高等法院今天的二审判决结果大逆转 陈志远改判六个月徒刑 张志佳改判四个月 而且都可以一颗罚金 只要缴十几万元就不必坐牢了 这一起曾经宣腾一时的假球案就此定验 两千零九年中职爆发史上第五波假球案 由于涉案人数众多 大咖球星曹景辉张志佳陈志远也在列引起震惊 一审判决认定却有其事 陈志远张志佳与蔡丰安被判两年六个月 两年两个月与一年徒刑 不过高等法院十三号宣判上诉结果 涉案球员除了仲介球员的张又龄被判三年 陈志远改判六个月 张志佳四个月 蔡丰安六个月都可以一颗罚金 本案的爆发并认为被告认定有罪 对各该球员日后的生涯必然造成极大的伤害 使其难以再与职业棒球乃至棒球有所牵连 所以本院何以廷斟酌各个被告的犯罪动机以及目的 谅署以上的刑度 至于甲球集团刑度也比一审清 前台南县议长吴建宝原判七年重刑 二审改判三年两个月徒刑 另被判处两年三个月部分得一颗罚金 余刷蔡正宜则是三年十个月改为三年八个月 由于刑度大检中职担心不能嚇阻不肖球员有机会伤害职棒 球迷也痛骂打假球职一颗罚金十几万太便宜 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防堵事件要有更好的一个机制 也让我们的球员在这个法治教育方面应该要有更好的认知 何一廷表示刑度减轻主要是九十五年七月之前刑法还有连续犯 后来修法只能一罪一罚 但对这些球员来说即便刑度大检缴钱了事 人生却永远留下污点曾经最爱的棒球再也回不去了 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